有的时候非常的闪亮 也非常的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价值 我希望我们有一天 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跟我们认识的人都觉得 跟我们在里是一个祝福 是一个祝福 我们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福音月 那什么叫做福音月呢 你说为什么福音月 有欧牧师要讲到 为什么福音月不是外面的人讲到 为什么我们的红长老也要讲到 为什么羊长老也要讲到 那福音月都不是应该是 我们不认识的人讲到 我们教会之所以提供一个福音月的观念 最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讲到 我们是站在一个信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到 我们要学习一个站在一个不信主的角度 一个不信主的人坐在下面听的时候 他的角度是什么 其实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用这个方法来讲到 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耶稣基督讲到浪子回头 我相信当时一定很多的父亲 他们的小孩非常地叛逆 当时一定很多的父亲觉得 他做父亲做得非常地失败 甚至当时在听的人 一定很多人就是浪子 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故事 把人带进一个神的恩典 跟神的座位里面 那比如说耶稣基督 用撒走的比喻来讲到 他没有用一节旧约 他没有用一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他讲撒走 我相信听的人一定很多人就是农夫 他平常就在撒走 所以耶稣基督用撒走的来讲话 撒走的来讲 很有味道 但这有味道的情况下 他要进入到福音的生命里面去 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最糟糕的是 我们觉得我们讲话都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都认识牧师 我们都认识长老 我们周遭的人全部是信徒 我们从来不晓得 一个不信主的 他有什么角度来看圣经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福音乐 就是让我们传道人 让我们的长老 让我们的讲员 也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 我们来了解圣经 比如说我今天要讲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如果你熟悉欧牧师 你就知道 这个经文不是我因为要有福音乐 所以欧牧师把这个经文 来印塞在你们的头脑里面 欧牧师在一年期就已经决定了 我要讲这个经文 就在今天 所以欧牧师不是故意要讲一个福音的信息 所以用这个经文 我相信每一节的经文 当我们用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圣经对我们有不同的启示 圣经对我们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希望每个信主的人 我们都能够学习到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中间 能够跟不信主的人能够对话 这些人可能是你的父亲 可能是你的母亲 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 也可能是你的妻子 是你的丈夫 如果我们基督徒失去了 跟不信主的人对话的能力的话 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方块里面 我们是活在自己的圈里面 我们不晓得怎么跟不信主的人对话 所以你知道师母常跟我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样了解 师母常常骂我 他说欧千逊 你是最不了解一个人 怎么从不信到信 因为师母是出生在一个 完全没有基督教背景的家庭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的背景 所以他经过很长的时间 七年我们两个dating 他最后说我要受洗 他说欧牧师你从来不 因为我从一生下来 我爸就嗲得我读圣经 我第一本书就是圣经 我从小到大 没有一顿吃饭 我们家没有祷告 所以我对我来说信仰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非常合理的 可是我常常不晓得 怎么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来看信仰 所以我盼望我们在这个福音乐里面 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样从一个不信主的角度 来认识到我们怎么样传递神的信息 如果你说欧牧师 我愿意接受训练的话 我就建议你 你跟我们的短学队去台湾 就会发现你碰到一大群的学生都不信主的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跟知识分子对话的话 我劝你跟我们去美中 我们到图书馆去 他人在读书 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 我们到路上跟人家说 你愿意跟我们认识一下 你在乡里面就有很多很多机会 跟不信主的我们对话 我们能够在这个对话里面 是不是可以带出你的信仰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你觉得你想得很有道理 可是别人听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们今天要谈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第一世纪 我想门徒跟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圣经会有道理 到底这些没有道理的人 为什么这些听起来都觉得没有道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圣经里面 什么地方比较没有道理 我们一起翻到今天我们来读的经文 我们一起翻到十读行传第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十读行传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到十一节 我希望你读的时候 你来想一想什么地方比较没有道理 来 预备 请 提阿非罗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生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 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阿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 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去上身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你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看下一个slide 我们看一个slide就非常清楚 因为使徒行传你必须要回到 路加福音去看 路加福音讲得非常清楚 路加福音在第一章里面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 路加开始就讲到说 提阿菲罗大人 使徒行传开始也提到 提阿菲罗大人 我不看路加 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 路加说得非常清楚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说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 所学之道 都是确实的 我们看到路加有个很重要的观念 路加认为信仰不是说 你就信嘛 你就不要问问题了 不要讨论了 你就信 你就凭了单纯的信息 你就认识了神 没有 路加告诉他的好朋友提阿菲罗 而这提阿菲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这是一个当时可能是一个官员 是一个有身份 是一个有地位 当时会思想会考虑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人并不是说 我既有感动我就信了 这个人要问说 why 为什么 为什么 所以路加就有个很重要的责任 他说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详细考察 就定义按着次序 怎么样 写给你 使你知道 所学之道 都是什么呀 确实 所以另外一种传福音的方式 并不是说这个人有困难了 另外一种传福音不是这个人因为破产了 或这个人婚姻出了问题了 或是这个人生命里面受到什么疾病了 他透过祷告 他体会到神的恩典 我们讲这是神的怜悯跟神的作为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信主 可是大多数的人的信主 可能跟提阿非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这个人要详细考察 这个人要认识他所信的是什么 而且知道这是一个确实 所以路加写了路加福音 可是路加福音写完以后 他又继续写下一卷书 这本书叫做《使徒行传》 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讲说 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做了前书 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下面说 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 拣选使徒 以后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所以路加写完了路加福音 可是路加继续让我们看见 路加福音不够 他要进入到《使徒行传》里面 让提阿非罗这个第一世纪 这个社会的领袖 能够经验到圣经不是单单停止在 耶稣基督复活上面 圣经要继续地进展 在人类历史里面产生确据 所以这边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到说 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 第三节 他说他受害以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 显给使徒看 什么叫做凭据 当然有人问我们说 你为什么信耶稣 耶稣基督真的复活吗 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 除了说你就信就好 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凭据出来 我想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面临到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挑战 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 有什么主要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要能够跟不信主的人 或我们在不信主的过程里面 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思想 是不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一样 都是教人为善 是不是基督教的神 是在以色列的一个神 跟我们所信的妈祖 跟我们所信的佛祖 跟我们所信的某某的神 万中归一 到最后只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位 产生不同神的学说 跟神的理论来讲 我们都有很多这种思想 在我们的生命的经验里面 为什么这只有一位真神 那真神会不会出现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里面 所以我大概有三点 我觉得在十度行传里面 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看下一个page 有三个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是每个基督 每个基督 我们应该思想 也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让我们自己认识 第一个问题就是 复活在历史中间 从来没有出现过 以前也没有出现 现在也没有出现 将来也没有出现 复活是一件人类历史上面 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既然历史上 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是不可能的 你有什么证据 让我能够相信 耶稣基督从十里复活 我即使看见以色列的空坟墓 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坟墓吗 因为你打开卡兰基 卡兰告诉你非常清楚 在耶稣基督复活五百多年以后 穆罕默德说 他受到神的启示 他也受到神的启示 你知道吗 他说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是被打昏了 一下来就醒了 就跑了 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耶稣是一个好人 犹太教会说 耶稣是一个good teacher 可是他没有复活 所以很多的宗教 很多信仰告诉你说 复活是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经历的事情 你有什么证据显现说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第二点 就是 耶稣基督复活 这个故事 好像是 佛祖升天一样 好像是吕洞宾 过黄浦江一样 我不知道有没有过黄浦江 可能是长江或黄河 好像是 我们听到一个很 这个 仙女下凡一样的故事 是基督徒 从其他的宗教里面 超越其他 超出来的 一个传说性的故事 就是门徒就想建立一个宗教 门徒就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宗教 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死了 太冤不白了 所以就创造一个复活的理论 创造一个复活的思想 来使人吸引他 第三点 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四福音里面 四卷书都在讲耶稣基督 可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 你仔细去比较的话 你看四卷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有冲突 有些地方讲的根本没什么道理 耶稣基督在这边又做这个事 耶稣基督讲这个事 所以你在比较所有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两千年来 我们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 叫做四福音和参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把四福音全部聚在一起 我跟你讲 每本四福音和参写的都不太一样 因为参不起来的 因为他说四个福音都冲突 表示这个福音有问题 因为四福音不准确 所以圣经不是真实 那我们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以后 我们怎么样回答 怎么样认识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在美中 我在参加一些学校的布团会里面 这些人很诚心地来问我这些问题 我们怎么样对答 我想我们很简单地 在这个十语行传 我觉得第一章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耶稣基督复活 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废区 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些东西 为什么基督教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是基督徒 我们来看 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基督教不是一个发展很缓慢的宗教 基督教是发展一个非常快速的宗教 在耶稣基督三年的布道里面 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整个宗教的成立 而且在短短耶稣在复活以后 教会在耶路上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知道从历史来看 第一世纪第一批刚信主的人 是住在哪里 他们住在耶路撒冷 第一批刚信主的人是哪些人 是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和善纳和善纳和善纳的这群人 第一批刚信主的人是哪些人 是彼拉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 说钉他十架恨死他这群人 第一批是哪些人 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钉那个十架 前几个月才钉在上面那个人 是哪些人 是知道耶稣基督坟墓在哪里的人 是哪些人 是知道耶稣基督的母亲是谁 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弟弟是谁 是耶稣基督的妹妹是谁 是这一批人 这群人不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是成千上万的人 在耶路撒冷 他们经历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门徒所说的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在历史上面讲 不是发生在几百年以后 每个人都说 我告诉你耶稣复活 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不是单一的 耶稣的见证人是集体的 是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翻转 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更新 整个教会当时第一批的人 都是在当时 活在当时的现况里面 这一批人他们说 他们告诉你说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那为什么在第一世纪当时 有这一群人是那么的无聊 那么的无奈 他们用他们的改变 他们的生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 他们突然就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 所以这边讲到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用很多的证据显现给当时的信徒看 第二点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人不是个体 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是群体 如果你要问说可兰经你相不相信 你必须要假设穆罕默德这个人 本身值得你相信 因为可兰经怎么写 怎么写作 上帝怎么跟他讲话 穆罕默德的弟弟也不晓得 穆罕默德的妹妹也不晓得 穆罕默德的儿子也不晓得 全世界只有穆罕默德一个人说 上帝跟我讲话 我所有把可兰经写成 没有第二个见证人 如果你要问说 今天摩门教的摩门经 你相不相信 你必须要知道 摩门教的教主约翰史密斯 你必须相信他讲的话 每句都真的 因为全世界令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过当时约翰史密斯 怎么写摩门经 他说上帝给我的 上帝怎么给你 上帝给我一个全部是金的叶片 写了摩门经 我就把它翻译出来 那你可以不告诉我的金叶片 现在去哪里了 不见了 去哪里了 天使拿走了 那你怎么会翻译的呢 不晓得 每句翻译都上帝告诉我的 所以你必须要假设 这单独的见证人 是真实的 所以你才能够相信 回教 你才能够相信 所谓的摩门教 可是我们发现 圣经完全不一样 这些门徒跟你跟我一样 其实讲不好听 都很chicken 当耶稣在可西玛利园 耶稣被抓的时候 门徒怎么样 没有一个人留下来 全跑了 当耶稣基督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 没有个门徒说 我要去看看耶稣 到底埋在哪里 男生全跑了 只有三个可怜的女生 带了香料去找耶稣 他们不是看耶稣有何复活 他们说 耶稣的尸体有没有臭 门徒没有人想象 耶稣会复活 没有人承认耶稣会复活 可是这十一个 这些门徒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突然在十度新乱里面 他们被改变了 突然那个跪在地上说 主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那个叫多玛的那个人 他认识到耶稣 他触摸到钉痕 他摸到耶稣的肋旁的时候 他就从耶路撒冷 走走走到哪里 他走到印度 他在印度建立的基督教 所以今天印度的基督 还叫多玛教 因为是多玛在那里建立的教会 到今天还存在 而且我们今天如果进入到梵蒂冈 进入到彼得堡 我们发现 是谁死在那个地方 是保罗死在那个地方 是谁死在那个地方 是彼得死在那个地方 我们不但知道保罗 彼得死在那个地方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 第一世纪的使徒 他们死在异乡 他们被斩首 他们被钉死架 他们不畏惧 他们的生命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耶稣基督复活 所以我的生命 有个更重要的价值 我生命有个更重要的意义 基督教不是一个人写的 圣经不是一个人的作品 圣经是许多许多人 所以这边圣经讲说 有五百多人 亲眼看到耶稣基督的父母 所以圣经的信仰 是一个什么信仰 是一个集体的信仰 圣经的信仰不是个体的信仰 不是某某人误了道 就写下了道德经 不是某某人误了道 就某某写下了某某的经典 圣经的经典是很多人写的 所以为什么有四福音在我们前面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儿子 说Tidus 你怎么知道 这个email是爸爸写的 Tidus会告诉你两件事情 第一个 这email有错字 第二个 文法不对 我的小孩都知道 哪个email是我写的 他们甚至学我的文法错字 他们在鼻子在讲笑话 这是爸爸写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小孩子都学我们 在写我们的 Chinese的English的email 写在他们的email 我们在鼻子在讨论 为什么四福音会有冲突 因为他们在写的时候 他们从没有想到 我们要创立一个宗教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东西会成为圣经 他们只是告诉你 这是他们的经验 这是他们的见证 这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他们就那么的实在地告诉你 这是他们的经验 可是他们除了这以外 他们用他的宝血 用他们的鲜血 给我们讲述他们生命中的肯定 所以信仰的宝贵不是在个体 信仰的宝贵是在群体 这是一个群体的见证 这是神要张给他的荣耀 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 你会非常注意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 为什么在整个世纪里面 我们发现基督教整个的蓬勃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它说是圣灵的工作 什么是串联彼得 保罗 马可 这些约翰这些人 所有聚在一起成为见证 不是他们开了什么大的会议 不是他们有secret的contract要签了 不是他们有很大的经费 他们要支持他们做某种事情 也不是他们有很大的意向 他们要沉寂一个神的国度 没有 这力量是来自哪里 这力量是来自一个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灵在耶稣基督 升到天上以后 降到地上 在这些人身上 要传递一个神所托付的信息 所以使得这些很平凡的人 我们在圣灵里觉得 很多人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人 他们却聚在一起 震动了整个世界 所以严格来说 第一世纪传福音的速度 是超越以后两千年 任何一个时代里面 传福音的速度 基督教的福音速度 不是传递在某种方法上面 是某种方法上面 我觉得耶稣基督 在《使徒行传》里面 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神的福音 必须建立在神自己的灵上面 也唯有神的灵 能够建立他的福音工作 可以感动我们的心 也唯有神的灵 当住在你心里的时候 你会想说 我应该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应该接受他成为我的个人的救助 也唯有神灵在你生命里面 产生那个动力的时候 就像当时这个灵 发动整个耶路撒冷的城 认识到真理 寻求到永生 所以在我的里面 我结论到几点 我来看 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 值得我们相信 我们的信仰凭据是什么 我们可以下一个凭据 我觉得有三点 值得我们去思考 第一个 我觉得基督教所提出的证据是 本而不悔的信仰 基督教的生命跟信仰 就像在摩西当年在沙漠里面 上帝上看见一个被粉烧的荆棘 可是摩西觉得很奇怪 这个荆棘被粉烧 这个荆棘却没有被摧毁 一个很贫贱的树 一个满沙漠里面都拥有的树 可是这个荆棘被粉烧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干燥 非常快速这个荆棘就被粉烧 但是神用这个方法 向摩西讲述一个信仰的企图 就是说神建立的信仰 这个信仰在任何的时代 在任何的人类有文化里面 在人类任何的反对的势力压迫下 这个信仰会被粉烧 但它却不会毁灭 这就是今天教会之所以能够站在地上的原因 教会站在地上经历到很多的挫折 教会在地上经历到很多的挑战 但是教会本而不毁 我觉得第二点 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你跟我所传的信息 跟其他宗教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劝人为善 我们都希望人活得好 我们都希望人活得有意义 我们都希望人有家 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我们的信仰跟人家不一样 第三个 我觉得如果圣灵是真的 神的灵是真的 你的感动可能是来自你自己内心的感觉 但是也可能你的感动 是来自圣灵的你说话 它告诉你什么地方你需要改变 他需要怎么样调适自己的生命 他感动你怎么追求一个永恒的价值 就像彼得一样 当最后面对着耶稣的时候 他打补了很多很多的鱼 耶稣向他挑战 耶稣说你爱我 你爱我比爱这些更神 彼得最后顺服在神的底下 圣灵就带领彼得 投身在神的计划跟神的旨意 我觉得圣灵的见证 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要经历的 所以耶稣基督 基督教的信仰 基于这三点的凭证 是震动了整个世界 是震动了许多人的事 耶稣基督 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 我们看下一个配置 因为耶稣基督的信仰 我就有四节的经文 是耶稣基督不应该讲的话 是耶稣基督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这四句话所讲出来 这个证据所讲出来的 并不是单单讲到一个信仰 怎么让人追求善跟追求美 第一个经文 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是 他自己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耶稣基督会讲一件事情 是他将一个永恒的神 表明出来 不是彼得 不是马可 不是约翰 不是某某传道人 是耶稣基督将神 表现出来 耶稣基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有没有觉得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如果他不讲这些话 犹太人就跟他合作了 如果他不讲这些话 彼拉多就不会杀他了 如果他不讲这些话 这些当时的耶路撒冷人 就接受他了 而且拥护他成为他们的领袖 可以继续地传神的福音 给耶稣基督讲出一些话来 惹动了当时人的愤怒 惹动了当时人的脾气 他甚至为这些话 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下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猜我来者的 旧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已经初始入生 耶稣基督讲说 他让我们相信他的人 可以不被定罪 可以初始入生 所以最后这句话 其实严格来说 是圣经里面的结束 因为约翰福音 写在圣经的最后 约翰这个老的 最后一个死掉的 一个使徒 在第一世纪的最尾端 他知道他死了 就没有人摸过耶稣了 没有人见过耶稣了 约翰最后他生命里面 他想说 约翰福音怎么结束 因为约翰福音是 神们新约的结束 在时间看 是择有新约 早都他已经写完了 启示录了 所以约翰怎么写结束 他说 约翰说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 约翰说 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约翰说 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 所以耶稣基督 只有两种可能 耶稣基督讲这些话 只有两种可能 一则耶稣基督疯了 耶稣基督不正常 耶稣基督crazy 再一则 耶稣基督讲这些话 他真的是这样 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好人 我觉得 耶稣基督不是好老师 耶稣基督有两种可能 一则他是疯子 一则他是上帝儿子 他为他所讲的话 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就是 在基督教信仰里面 我们提出来 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 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让没有信主的人 提出反省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这些话 让他的生命得以丧失 为什么耶稣不想看 他整个国度 在耶稣上被接受 被推展 被罗马人所拥护 为什么耶稣要走一条道路 是那么痛苦 是那么无奈 会走上十字架上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想 我们有时候 我们要学习一个 提阿非罗大人的心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成就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的经验 可能值得我们骄傲 值得我们赞美 值得我们感恩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耶稣基督讲这些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 而且这句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这些是假的话 你跟我其实 活在世界上面都差不多 但如果这句话 讲的是真的话 你跟我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要做个抉择 是否我愿意相信这些话 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真神 与我的生命能够同行 我们一起低头做抵择 亲爱的天父 我们献上感恩 我为今天的聚会 献上感谢 我们感谢你 曾经走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感谢你 我们的恩主 你赐下独生子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向我们讲述 彰显你的作为 让我们讲述你的恩典 我们更感谢神 在这个时候 你赐下圣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求神 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 当我们在磨岛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 我们今天 有经历到 神的话语 在搅动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在经历到 神的话语 让我们重新在思想 我们的未来 重新在思想我们的生命 我们说 主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我相信耶稣基督 所讲的每一句话 是那么真实 是那么有意义 我希望牧师 能为我祷告 如果我们在座 有这样的人 你愿意把手举起来 我愿意在今天 在最后的时候 能为你祷告 我们每个人头低下去 你眼睛闭起来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说 主 我要相信你 耶稣基督 我要接受你的救恩 我要出死入生 如果有这样的人 我请你举手 我愿意帮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最后再问一遍 在我们的中间 有没有 还没有信主 还在追求 一个生命的信仰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愿意说 主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 请你举手 我愿意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我们再次献上赞美 愿你自己的恩典 与我们同战 保守眷顾我们 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 我们再次重新思想 你的话语 也复兴我们 让我们能够 与周遭的人 有对话的能力 主 持我们有恩典 持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能够讲述 神你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 讲述神你的作用 让我们再次认识到 爱我们的主 曾经为我们 钉死在十字架上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与人分享福音的生命 我们求圣灵 你继续住在我们的心中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对人继续有热忱 让我们对人继续有信心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更像你 如此祷告 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